彼得兔的故事 二 进入菜园 彼得跳着穿过树林 有一条小路通向农夫家的大门 彼得从大门下面挤进来 四处看了看 哇 好多绿叶 彼得说 彼得在菜园里走 他吃了些生菜 他吃了些豆角 他吃了些水萝卜 这些蔬菜真好吃 彼得说 我要再吃点 他跳到一个转角 彼得大吃一惊 农夫 农夫大吃一惊 一只兔子 彼得开始跑 农夫拿起耙子 他追赶彼得 站住小偷 农夫喊道 他把耙子挥向彼得 彼得拼命地逃跑 他的心跳得很快 他的一只鞋 丢在了卷心菜地附近 另一只鞋丢在了土豆地附近 大门在哪儿 彼得喊道 他四处看了看 突然 他掉进了一张网里 他外衣上的大钮扣被钩住了 彼得叫道 他又踢又扭 但是都没有用 我被农夫的网困住了 彼得哭着喊道 他在哪儿 他担心 因这件事 他们有没有